我们还要吃个贝 看你们捡到什么 习冠 锅里皮 塑料皮 配合慈青30周年 慈青在哥达干文林举办了捡跑活动 邀约伙伴一起结合慢跑和捡石垃圾 科技时代很多东西都很方便 全部人都决定用完了就丢 但是我没有想到一个意思就是 用了还可以再循环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活动 让更多年轻人知道 环保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地球变得更美好 我感觉它给我们有机会 学习如何清洗 和最重要的是清洗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而且也可以帮助这个环境 可以出一份力 为这个环境做出一些改变 捡跑后分类捡回来的垃圾 希望带动年轻人 在生活中落实资源回收 这几本就是出门带recycle bag 然后如果是要打包还是什么之类的话 就自己带自己的餐盒之类的 以后就是我会多多就是环保 就是看到谁可以回收的东西就不要丢去垃圾 小小的动作就能打造干净社区 年轻人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 守护美丽家园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导